遭到槍擊的台灣漁船廣大興28號 由海巡署船隻領航 和其他漁船協助下 在凌晨3點多 拖回屏東縣小琉球的大幅漁港 被擊斃的漁民紅石城 遺體也隨船抵達 家屬見到遺體後激動落淚 經屏東地檢處檢察官初步驗屍 相信紅石城是左邊頸部中槍 子彈貫穿右背致命 不排除是被殺傷力大架武器射擊 而漁船船身也佈滿子彈洞 鑑證人員上船搜證 發現船身至少37處中彈 並在船上發現彈殼 而漁船船長 即是死者的兒子洪玉智 否定菲律賓海岸防衛隊 指廣大興28號 企圖撞擊菲律賓船隻 所以先開槍還擊的說法 強調漁船體積被菲律賓公務船勢 不可能撞擊對方 並否認向對方挑釁 而紅石城的家人也質疑 台灣當局救援不力 延遲近3個小時先趕到 令中槍的紅石城失血過多致死 事發在星期四上午 廣大興28號 在屏東縣東南面164海里 台灣與菲律賓 同時聲稱是領海的海域捕魚時 突然被菲律賓海巡人員開槍掃射 紅石城中槍 如船游缸被射中漏油 菲律賓公務船其後 繼續追趕漁船並多次開槍 菲律賓漁業局表示 對遇難漁民家屬表示同情 承諾撤查事件但不會道歉 而涉案架11名海岸防衛隊員已停職 香港歡頻電視機 澤一金營 報導